或许是冥冥之中自由卖艺,迈克尔这个名字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,下面我们就来拍点一下都有哪些叫迈克尔的名人。 第五,迈克尔约翰逊美国田径之王迈克尔约翰逊,400米赛道的统治者,他在1999年创下的400米43秒18的记录之间无人打破,约翰逊曾经连续七年在54场400米国际大赛中保持不败,更可怕的是,无论是奥运混还是世锦赛,迈克尔约翰逊从未拿到一枚银牌或铜牌,都是精彩。 第四,迈克尔乔丹NBA百年历史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,职业生涯拿到了NBA除最佳第六人外几乎所有的奖项。 三进三出,两度建立功牛王朝,成为上世纪90年代NBA推向全世界的重要标杆人物,是当之无愧的篮球之神。 第三,迈克尔菲尔普斯飞运菲尔普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,是体态百年一余的超级天才,他职业生涯共收获23枚奥运金牌,是奥运历史上金牌最多,也是奖牌最多的运动员。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,贝尔普斯收获8枚金牌,成为成为单届奥运会,夺取金牌最多的选手。 贝尔普斯的存在,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,的确有不使出的天才。 第二,迈克尔舒玛和德国一级防称式赛车车手,现代最伟大的F1车手之一,在他投16年的职业生涯中,几乎刷新了每一项记录。 总共也得西茨总冠军,一层是唯一赢得总冠军的德国车手,舒玛和是天生的胜利者,天生就从上帝那里,带来了圣者的基因。 第一,迈克尔杰克逊这个宝丹里最没有争议的刀数迈克尔杰克逊,可以说,他是唯一一个被神话吃又完全符合神话标准的人,他既是一个同真与雄心并存的天才,一位心怀众生的悲悯主义者, 又是一个温润无欲的千千君子。 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,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,古神巴菲特等等各界人士,给予杰克逊高度评价。 杰克逊在全世界有着无数的歌迷和模仿者,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王巨星。 除此之外还有著名演员迈克尔凯恩,电影导演迈克尔贝,剧片人,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等等,阅读123文章内容,不代表UC平台观点。 オーマ的座问